升级持续5个多小时 为了保证顺利的升级 保证电量 这次升级半个月前 接到武汉的公司的电话 通知到赛斯电经营软件升级 据非官方的介绍 这次升级主要是在于 变速箱电控系统优化驾驶体验 改善小电瓶亏电 升级以后的话 有人反映变速箱和发动机 配合更加的顺滑 这是非官方们的一些说法 不管怎么样 这次升级肯定是比原来基础上 更加的去优化 因为现在的汽车 它就是一个计算机 就有中央处理 去进行处理和运算 那么公司厂来不断的 为车子进行升级 就意味着会有更好的服务